看完一起韓句被十句韓文 中高级同学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句子呢 妹 我们都已经是知道的呀 对 可是这句话在韩国非常实用的 我们也一天至少说三四遍的那种 非常非常非常经常说的 因为中环是 我们说 一下变富有的人 所以男同学们觉得 他买但是很正常理所当然的 然后特森跟自己的朋友 和谁来着 一起吃炒年糕的时候 阿姨我们也要再来一份 炒年糕 我们也 因为他们点了嘛 所以特森说 这里的 是紧紧吃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都习惯上加 什么 万 其实我们可以说 可是 习惯都加上什么什么 或者说 再点的话 所以 虽然这个语法非常简单 可是我希望你们 嗯 练习一遍 所以 反复说三遍啊 如果你们说 如果你们说 你们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语法 当心 你 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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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爸爸觉得 在外面 买 土豆的奶奶 有点可怜 所以帮他买 这么多土豆嘛 就是 一桌子都是 土豆嘛 肝 所以妈妈就批评他 你怎么买这么多呢 你看我们家这么贫穷 你还买这么多 还帮助他们干嘛呀 然后 老公说 哎呀 我是 看我的 哦 孩子们 就照顾他们而买的 就担心他们的身体而买的 当心 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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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句 那我们慢慢看一下语法内容吧 看一下画面啊 这里的 是对什么什么 所以前面的 对人的身体 看一下下面的 我们一般使用 后面期待 自动 就我们的 语言环境里 自动 自然期待 后面会出现 问题类的 所以 这是我们 我们非常 经常使用的 一个答案 얼마나 什么 인지 알아 你인지 알아 那姐姐 은지 알다 你인지 알다 是什么语法呢 什么 你인지 인지 알다 或者是 모르 前面 这里的 是知道 或者是 不知道的 事象 所以看 整个句子 什么 인지 알다 的 前面 是 얼마나 좋다 吧 原型 是 얼마나 좋다 吧 또 好 知道 多 好 吗 所以 什么 인지 알 다 인지 모르 다 你们 发现 这个语法 的话 前面 的 东西 就是 知道 或者是 不知道 的 事象 我们 学习别的 句子 的时候 更深入的 学下去吧 我还想告诉你们 一个语法 就是 什么 에 좋다 나쁘 다 什么 에 좋다 나쁘 사람 몸에 좋다 감 咱 사람 몸에 좋다 담배 사람 몸에 나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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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我想告诉你们 一个有点难度 就是 해롭다 害 높다 懂了吧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三句 지금 MBC 스포츠 뉴스 아직 안 됐어 지금 MBC 스포츠 뉴스 아직 안 됐어 MBC 我们 我们有很多平台 嘛 文化 播 广播 文化 广播 我们说 MBC 然后 EBS 是 教育 类的 KBS 是 国家 公 公 营 播 点播 广播 爸爸跟 独孙 说 哎呀 孩子 打开 MBC 吧 我们要看 Sports News 呢 然后独孙 回答 哦 这个就是 MBC 还没到 Sports News 的时间 那我们慢慢 分析一下 语法吧 看得到吗 收音 它是 会什么什么 将会什么什么 所以 修饰 后面的 时间 本来 的原型 是 但这个 去掉 后面加上 所以 修饰 时间 动词后面 有名词的话 这个无法修饰 两个句子嘛 所以 的功能 就是把前面的 哈 换成定语 修饰后面的 时间 懂了吧 所以 会的 就是 害 那姐姐 什么什么 理音 和什么什么 理由 有什么不同呢 可能你们已经都知道 理音是单纯的 什么什么 的 理由呢 会的 就有未来的感觉 Sports News 하는 시간 的话 这是现在 Sports News 四海 时间 的话 这是未来 所以 还没到时间 嘛 所以 我们说 理由 时间 懂了吧 我们要学习的 第二个语法 就是 아직 还 아직 的话 一般 跟 否定 词汇 一起 使用 아직 韩国人听不懂 可能听不懂 아직 안 됐어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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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否定的词汇 所以 아직 안 됐어 아직 안 됐어 退到的意思 非常多吧 但这里 我们学习的意思 就是 到时间 시간이 안 对다 是没到的意思 退到 还有另一个意思 什么呢 成为吧 我拿一个例句了 저는 아직 선생님이 되지 않았어요 姐姐 这里 哪有否定呢 什么지 안 就等于 안 是吧 안 되다 也可以嘛 저는 아직 선생님이 안 됐어요 姐姐 안 上面加上 었다 那么 되 어 这里 说写 되 吧 所以 它变为 안 됐다 懂了吧 퇴자 어 变为 � 퇴자 어썹 变为 퇴� 这也是 非常重要的 你们肯定 已经知道 反复 练习啊 那我们看一下 第四句 蛤 啊 방송 사과 부다 퇴� 这也是 非常重要的 你们肯定 已经知道 反复 练习啊 那我们看一下 第四句 哦 아 시 방송 사과 부다 도로란 哦 因为 덕선 认为 선우 喜欢 自己嘛 所以 听到 선우 라이 的 声音 就去 换 很漂亮的 衣服 然后 打扮 打扮成 很白 就跟 脖子 颜色 都不一样了 嘛 然后 弟弟 看到 덕선 这也是 非常重要的 你们肯定 已经知道 反复 练习啊 那我们看一下 第四句 哦 啊 시 방송 사과 부다 퇴소 认为 선우 喜欢 自己嘛 所以 听到 선우 라이 的 声音 就去 换 很漂亮的 衣服 然后 打扮 打扮成 很白 就跟 脖子 颜色 都不一样了 嘛 然后 弟弟 看到 덕선 的 럴 啊 방송사과보다 더 놀랐네 방송사과보다 더 놀랐네 방송사과보다 더 놀랐네 吓 嚇了一条 놀랐네 是怎么来的姐姐 原型是 놀라다 吧 놀라다 的词干 놀라 后面加上 あった 为什么呢 因为词干的最后一个字 라 有 아 有 或者是 我们加上 あった 嘛 所以他们加起来 就变为 놀랐다 놀랐다 啊 깜짝 놀랐네 방송사과보다 더 놀랐네 这里的 뭐 뭐 네呢 看一下下面 自己说话的时候使用 일반感叹的时候使用的 表示 以前不知道 刚知道的 懂了吧 중국에서 한국까지 생각보다 별로 안 걸리네 从中国 뭐 뭐 에서 到 한국 한국 까지 생각보다 比我想象的 생각 是 想法嘛 所以 比 생각보다 별로 매 不 不 不怎么的意思 但 你们要知道的一个知识 별로 需要 안 也是 需要否定的词汇 所以 你们认为 不怎么 不 这个是完全 中文的思路 我們认为 별로 已经是 不怎么 然后后面需要否定的词汇 所以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 可能有点奇怪 可是 懂了吧 별로 没那么 不怎么 안 需要否定词汇 这不是 两次否定 是肯定的 不是 不是 별로 안 걸리네 걸리的是 时间 需要 好 的意思 从中国到韩国 比我想象的 需要那么久 不那么久 懂了吧 我们看一下 第五句 所以 我还是挺幸福的 世界上最幸福的 当然 他说的是方言 我真的不会 我们把他换成 标准的 韩文 나는 그래도 형님이 세상에서 제일 부러워요 学一下语法吧 부럽다 原型 부럽다 怎么变为 부러워요 呢 慢慢看一下 부럽다 的话 字干 부럽 부럽 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称音 是 비읍 你们遇到这种 字干的话 一定要把 拖落 那么就是 부 러 然后呢 你们不应该忘记 后面加上 什么什么 所以 부러 우 嘛 부러 最后一个字 是 吧 那么加上什么什么 啊呦 어呦 여요的时候 要加上什么 어呦 为什么 因为不是啊 所以要加上 어呦 所以 부러 워 よ 부러워요 看一下另一个例子 덥다 热 덥다 的字干 看到 비읍了 那么 비읍 要脱落 然后呢 就加上 什么什么 우 那么 더 우 더 우 最后一个字 우 요 아 和 우 没有吧 所以后面加上 어 요 더 우 어 요 소시해 더워요 너무 더워요 너무 더워요 这是 한국人经常说的 너무 더워 너무 더워 什么时候呢 两个词 굽다 和 돕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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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곱다 这时候呢 비읍透露 后面加上 우 然后加上 아 도와요 구워요 但其他词汇 都加上 우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了 那我们看一下 第六个句子 아유 아주 굴복이 싫어서 이사를 가든가 해야지 因为 아유们 就天天说 有点 黄色的 那种话嘛 就说 哎呀 돕선도 爸爸还是 可以的 然后就 她下班了之后 에이 你是不是今天 去香港呢 응 确实在 한국 50岁以上的人 更爱说 这些 색두립 我们说 색두립 特别喜欢 这个词汇你们 学习一下 然后就 忘掉好吗 그래서 이런 색두립을 동네 아주머니들이 하시니까 爸爸 不太喜欢 然后就觉得 아주 꼴 보기 싫어서 이사를 가든가 해야지 这里 语法内容很多 我们慢慢看一下 首先 아주 꼴 보기 싫어서 的 꼴 꼴 是 样子 的 非常 哎 看她的模样 的时候 这个模样 不是很好听的话吗 很好听的词汇吗 꼴 也是一样的感觉 样子 有一个相关的词汇 꼴 좋다 BLACKPINK的一首歌里面也出现这个 꼴 좋으니까 是 是 好样的 好看的 当然是 凡语 哎呀 꼴 좋 哎 你天天那么多有色 现在看你的模样 哼 꼴 좋 懂了吧 那我们看一下 语法内容 아주 꼴 보기 싫어서 뭐 뭐 어 서 什么什么 아 서 어 서 요서 是因为 怎么怎么样 所以 怎么怎么样 아주 꼴 보기 싫어서 因为我特别 就 不想看他们 那个模样 所以 我得去搬家了 이사를 가든가 해야지 那看看 下一个语法 뭐 뭐 등가 뭐 뭐 등가 等于 뭐 뭐 등지 选择前面的事相 就是 他不太喜欢 在那里生活 嘛 因为 你们天天都这么 所以他 就不爱 在那里生活 所以说 哎呀 我选 이사를 가다 那最后面的 什么什么 親父 여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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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여자 是什么呢 自己说话的 不是期待对方的回应 哎呦 这句话 不是很期待 对方 妻子 怎么说的 只是自己说话而已 懂了吧 因为我会说中文嘛 雖然 뭐 뭐 등가 해야지 不是跟 做什么什么 才行 完全 一对一对 可是我觉得 語感上 뭐 뭐 做 做什么什么才行 这个翻译是最 最 类似的 最 相似的 所以你们看到 뭐 등지 或者是 등가 해야지 的话 翻译成 做什么什么才行 那就 相当 可以的翻译了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面 我拿出来的例子 我们学习的第七个句子呢 波拉 和特森 天天吵架嘛 特森 特别期待 因为 快要去 数学 游行 数学游行 너무期待 啊 我要怎么办 我该穿什么衣服 很期待嘛 然后 波拉 有点烦 因为他 快要睡觉了 然后 对特森说 五分 뒤에 무슨 일이 일어날지 나도 나도 모른 五分 뒤에 무슨 일이 일어날지 나도 모른 五分钟后 发生什么事 我也 不知道啊 这个语法跟 刚刚学过的语法 很像 我们慢慢学习一下 뭐 뭐 리을 或者是 을지 알다 모르다 일어나다 리을지 알다 모르다 도 这里是 모르다 嘛 我们慢慢看一下吧 알다 和 모르다 是知道 或者是不知道 嘛 是吧 前面的词感 后面加上 을지 리을지 모르다 不知道 前面的事項 뭐 뭐 리을지 을지 알다 知道 会怎么样 모르다 所以 리을 表示 未来嘛 所以 리을지 을지 对未来 发生什么 是 他 不知道的意思 리은 或者是 는지 现在 앗 엇 는지 알다 모르다 过去发生的事像 他 知道 或者是不知道的意思 这么光说明的话 有点混乱吧 我们一起看一下例句 아빠가 언제 퇴근하실지 저도 몰라요 爸爸 什么时候下班 응 我也不知道啊 아빠가 언제 什么时候 퇴근 하실지 퇴근 的原型 是什么呢 퇴근 하 시 다 是吧 他的 즉간 是什么呢 퇴근 하 시 是 즉간嘛 后面 就加上 리을 지 알다 或者是 모르다 所以 아빠가 언제 퇴근 하실지 저도 我也不知道啊 모르다 몰라요 我们看一下 동생이 뭘 먹을지 我知道 알아요 먹을지 的原型 먹다 먹다 的 즉간 是 먹 嘛 所以 知道 弟弟 会 吃 什么 所以 两个句子 都是 未来嘛 不知道 爸爸 什么时候 下班 意思就是 爸爸 还没下班 不知道 弟弟 吃 什么 因为 他还没吃 也不是 正在吃 都是 未来嘛 所以 我们使用 理을지 알다 或者是 理을지 모르다 懂了吧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 这里 我写错了 주차한지 주차 하는지 了 하는 지 好吗 어디에 주차하는지 모르겠어요 这意思就是 不知道 某个人 在哪里 停车 这是 现在 在哪里 正在停车 什么 什么 는지 모르 什么 는지 모르 就是 现在 무슨 영상을 보 는지 모르 겠어요 因为 这是 现在 所以 我不知道 现在 的事情 所以说 무슨 영상을 보는지 모르 我们看一下 过去 在哪里 见了 我不知道 어느 公策 在哪里 在哪里 记得 不知道 所以 什么 啊 엇 는지 알다 모르 是 过去 发生的事 不知道 这个 远法内容 非常重要 虽然 我的视频 的时长 越长 越累 可是 希望你们 通过这个视频 学一下 主意发内容 《ㄹ》 或者是 《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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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习的第八个字 可是 这个 อก返 Она 时候 有需要 一些钱 之前 一个数字 写了 一本 pin 紮 我们慢慢分析一下吧 gossip 什么什么吧 我希望你们背的一个词汇是不태다 不태다 我们一起看一下韩文说明 모자라는 것을 더하여 채우다 모자라는 것을 더하여 채우다 看一下例子 집에 생활비를不태다 집에 생활비를不태다 家里有点困难 那么生活费 就不过嘛 本来需要这么多 但是家有的是这么多 那么我把它 부一 부 它就是不태다 不태다 所以不一不 不태다 第二个意思呢 已经有这么多 再加上这么多 많아지게 하다 이미 있던 것에 더하여 많아지게 하다 我们看一下例子 一손을不태다 一손을不태다 中文翻译的话 人手 不태다 本来这么多 再加上这么这么这么多 加一点 增加的意思 所以不태다 这个词池 你们完全记住好了吧 不够的东西 加一点 补一补 已经够的东西 也可以说 增加 不태다 好了吧 我们学习的第九个字 카메라 꺼내봐 우리 버스 타기 전에 한 방 찍어야지 카메라 꺼내봐 우리 버스 타기 전에 한 방 찍어야지 우리도 한 방 거의 환청 한 장 카메라 꺼내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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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吧 봐 是事实 你赶紧拿出来 照相机吧 카메라 꺼내봐 那么 신분증呢 신분증 꺼내봐 후照呢 여권 꺼내봐 懂了吧 우리 버스 타기 전에 뭐 먹기 전에 做什么什么之前的意思 한 장 찍어야지 뭐 먹 오야 아야 여야 하다시 要什么什么嘛 我们上巴士之前 要拍一张照片 我们学习的最后一个句子呢 非常实用的 而且跟韩国文化 有密切关系的 말 놔 다 동갑이잖아 말 놔 다 동갑이잖아 덕선邀请 自己的朋友们 来舞台上 跳舞嘛 然后骗 도롱녕 把自己的 美美的朋友们 介绍给他 结果呢 那个朋友们 我们不会说 他们很漂亮 只能说 很有魅力吧 互相不认识的时候 我们一般 韩国文化上 都说 敬语 然后 有一个人说 我们说 平语吧 那就慢慢开始 说平语的 所以有这个 场面 말 놔 你们说 舒服一点 吧 都是同水呢 你们还要记住 下面的 말 편하게 하세요 话 舒服的 说 什么意思呢 说平语吧 说平语吧 말 놓으세요 말 놓다 放话吧 就是 话说的 就不要 这么尊重了 就说平语吧 我们对 장贝说的话 一定要把 말 换成 말씀 말씀 더 진语 是 말씀 嘛 您说 平语吧 말씀 편하게 하세요 말씀 편하게 하세요 那么 虽然刚刚 说明过 但还 复习一遍吧 루타 루타 是放 嘛 루아 说 写 说 루아 所以 您把话 放一点吧 说话 说平语吧 整了吧 这里的 동갑 是 同岁 比我自己 年龄 大的话 年上 연상 比我年龄 小 연하 연하 我在PPT上 没有写 뭐 자나 是 都是同岁 什么什么 너 的 유의간 如果 我像老师 一样 说明的话 这表示 原因 原因 因为 我们是同岁 所以 可以 把话 放 就是说 平语的意思 敬语 我们说 존댐 말 반 是 半 一半的 半 존댐 말 半 말 也一直记住 啊 我最后想跟你们分享一句方言吧 之前有一个同学问过我 我当时因为没有声音所以听不懂 可是 看那个电视剧后 啊 原来那个同学问我的就是那个台词 就是 就是 가가 가다 가가 가다 칭上道도 一个方言 개 他们说 가 所以 개가 개다 가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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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가다 后面 더 가가 가라고 개가 개라고 개가 개야 개가 개라고 他们说 가가 가다 가가 가라고 당신은 이 감자가 사람 몸에 얼마나 좋은지 알아? 당신은 이 감자가 사람 몸에 얼마나 좋은지 알아? 지금 MBC야 스포츠뉴스 할 시간 아직 안 됐어 지금 MBC야 스포츠뉴스 할 시간 아직 안 됐어 아씨 방송사고보다 더 놀랐네 아씨 방송사고보다 더 놀랐네 어 很多人认为 아씨 是 骂人的 그래서 아씨 到这里的话 这不是骂人的 而是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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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感叹词 如果 后面 加上 叫 的话 那是 骂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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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는 그래도 형님이 세상에서 제일 부러워요 나는 그래도 형님이 세상에서 제일 부러워요 아주 꼴 보기 싫어서 이사를 가든가 해야지 아주 꼴 보기 싫어서 이사를 가든가 해야지 5分 뒤에 무슨 일이 일어날지 나도 모른다 5分 뒤에 무슨 일이 일어날지 나도 모른다 6分 뒤에 무슨 일어날지 덕선이도 내일 수학여행 가지? 용돈에 보태 6分 뒤에 무슨 일어날지 6分 뒤에 무슨 일어날지 덕선이도 내일 수학여행 가지? 용돈에 보태 6分 뒤에 무슨 일어날지 카메라 꺼내봐 버스 타기 전에 우리 한 장 찍어야지 카메라 꺼내봐 버스 타기 전에 우리 한 장 찍어야지 말 놔 다 동갑이잖아 말 놔 다 동갑이잖아 안녕히 계세요 바이바이 verrcation 축복 대박 무슨 일어날지 공격 Random 갑 ti 고� 여더 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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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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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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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